救護車趕到現場 只見升空車的掉臂 已經斷裂痕在路中央 作業員安全帽落地 62歲的流性工人 倒在路面滿地 都是鮮血 情況危急 救救員現場施作CPR 將流性男子送上救護車 但是流性男子頭部受到重創 送往家裡齊美醫院急救後 仍然回天乏術 操作的時候 那個掉臂斷裂 通常摔下 他人是在掉臺裡面的 好像有那個系安全帶 事故發生在台南家裡 台電外包廠商的流性工人 跟同事一起執行 修剪樹木枝幹作業 在五公尺高處聚樹時 掉臂突然劇烈搖晃 硬生折斷 整支掉臂竟然連同掉栏 翻落掉到路面 同事下了立即報警 警方初步了解 掉臂從基座斷裂 原因不明 每日的一個自主檢查 升空桶裡面有沒有破損 或者是我的升空壁 是不是有劣化 這個從牧師來做一個 初步的一個檢測 台電表示 每兩年針對車體結構 還會再進行超音波檢測 這次公安事故究竟是零件老化 還是有人為疏失 後續還需要再釐清 記者嘉義台南綜合報導